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婚纱大片唯美梦幻 却因特殊的时间点发布引发网友猜测 迪丽热巴婚纱大片空降热搜 外形明艳照人的她 身穿雪白的婚纱 愈发凸显出曲线玲珑 性感迷人的身姿 尤其这张站在海边的全身照 迪丽热巴凝望远方的表情里 带了极许慵懒和惆怅 仿佛刚刚出狱的美女 那种清新芬芳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薄如蝉翼的群居在海风中飘扬 真是风吹霓裳飘飘举 游四霓裳雨衣舞 仔细看一下 照片右下角都有奶茶捋拍的字样 原来是迪丽热巴代言的品牌发布的物料 很快就有网友翻找出迪丽热巴 此次发布的照片中 有几张是前年一十月份的物料 这就难免让人浮想联片了 其实第一眼在热搜上 看到迪丽热巴婚纱大篇这个词条 心里就不惊一惊 难道迪丽热巴官宣了 点开一看 原来不过是九宫阁美照 但翻看一下大家的评论 才发现和我一样想法的占大多数 真不能怪大家喜欢联想 实在是这个时间点真的太微妙了 黄景瑜前期在被网友问到 你和黄景瑜结过婚吗 很干脆的回答 结过 而且相关迪丽热巴 黄景瑜恋情的传闻至今还没平息下来 马上又要到那个空气中都飘满甜蜜味道的节日 迪丽热巴通过本人的账号发布一组婚纱大篇 除了粉丝在评论区热情洋溢的喊 跟迪丽一起用一场旅行记录美好 玩得开心点 但也不要忘记告黑 其余人一致认为 最近关于迪丽热巴的恋情传闻这么多 他竟然主动发这种广告物料 我怎么感觉是给粉丝打预防针呢 纯猜测 没证据 我也一直觉得迪丽热巴在侧敏 结合很多明星恋爱 结婚后事业从高空直接触底 而且再无反弹的机会 比如或建华 陆寒 迪丽热巴的另一半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而这另一半如果长相不在大家审美点上 道德品质又饱受诟病 对他的流量肯定是一记中锤 以后再想中回巅峰几无可能 而迪丽热巴的转型之作《公宿精英》还未播出 口碑和收视率如何都是未知数 他目前还脱离不了流量 还需要粉丝贡献话题和热度 那么这样欲说还修 由爆琵琶半遮面 应该是上上策了 迪丽热巴作为颜值 流量都属于top级别的小花 他的个人情感和作品都会带来万众瞩目的轰动效应 目前迪丽热巴处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状态 让人觉得他很高深莫测 然而不管怎样 尊重迪丽热巴的个人选择 单身的话 希望他的带播剧大爆 成为最要掩夺目的那一颗明星 如果已经有了自己中意的另一半 则希望他们用一生一世见形爱的真言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